要黨員投票進來之後 要初選 但初選如果比的是只比民調的話 初選只比民調的話 侯友宜可能是有優勢的 但是如果初選再加黨員投票的話 民調加黨員投票的話 侯友宜就不一定有優勢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趙少康去丟了一個黨員投票四個字進去 因為他就是告訴侯友宜說 初選OK那你先表態 為什麼對侯友宜來講 他絕對不能表態說我要參加初選 因為當侯友宜一表態我要參加初選的時候 你得提前告訴老百姓說 我要落跑 所以侯友宜不願意 相較於我要落跑的情況之下 黨中央出面徵召要我侯友宜 為黨承擔 多好聽 你看王鴻輝是不是也一樣 王鴻輝前面也是面對落跑的時候 他覺得我不願意 但黨中央要我承擔的話 為國民黨承擔 我OK 所以你看侯友宜也是同樣的模式 你叫他自己出來說 我要落跑去選總統 他不願意 但是要黨中央徵召他說 我來承擔他OK 所以今天才會跑出來說 他初選的東西呢 如果趙少康丟初選出來 你有沒有注意一件事情 趙少康就是要侯友宜他們表態 跟郭台銘表態說 你要參加初選 所以侯友宜不願意嘛 侯友宜就是要的是什麼 是形速出一個 他是一個最強的候選人 所以你看喔 當侯友宜的民調告訴你說 我有領先 當侯友宜告訴你說 郭台銘要加入我的陣營 他要當趙王者來幫我的時候 他一直要行速出來一個 我是藍營最強候選 這樣的形象 然後到最後呢 黨中央來徵召我呢 天經地義 可是這一件事情 沒有辦法像郭 那個侯友宜想的這麼的如意 為什麼 因為對朱立倫來講 他也在保留他的可能性 所以如果朱立倫不選的話 朱立倫大可以在這時間告訴你 我就支持侯友宜 他有這麼做嗎 沒有嘛 為什麼 因為對朱立倫來講 各位不要忘記 三月還有一個 南投的立法委員的補選 對朱立倫來講 他要的是 11月26號的選舉之後呢 接下去連續幾場補選 看起來他都有贏的可能性 如果都是他贏 他收到口袋裡面去的話 籌碼都是朱立倫的 到時候黨中央是要徵召你侯友宜 還是徵召我朱立倫 還很難說 所以對朱立倫來講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他沒有時間上疾破性 因為三月份的南投立委的補選 選贏的朱立倫就可以出招 他等三月再出招他就好了 但侯友宜不行啊 但侯友宜不行啊 為什麼你要行訴出 我是最強的 你不可能到 我慢慢等到三月來了之後 我再開始出動作 開始再找人來行訴我最強 不行嘛 所以侯友宜必須要在現在呢 馬上告訴你說 我要有民調出來 告訴你民調我很高 我要告訴你說 郭台銘要幫我 郭台銘這個看起來 也站在我這邊我很強 那甚至呢 侯朱沛我都可以接受啊 朱立倫也可以是我的幫手啊 他就是要用這種策略 行訴出侯友宜是 國民黨最強候選人的樣子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你看侯友宜很急 但是對朱立倫來講 我三月再動作就好了 我現在不急著動作 所以朱立倫反而沒有侯友宜這麼急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你看 這個放給週刊消息的 這個消息來源 其實對他來說呢 對把這些消息曝光出來來講 這個不見得對侯友宜是最有利的 這搞不好對另外一個人 是最有利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你可以看到 國民黨這場黨內的三國制 要證明某個人是最強 以及其他去反制 這個要證明自己最強的人動作 到了二月三月的時候 都還不會結束 這看起來這分析下來 侯友宜要出場還真的是不簡單 這個過程非常複雜 再加上趙少康在那邊一直喊 要初選 甚至他現在砲打黨中央 說你國民黨現在是民進黨的尾巴黨 所以看起來這一局會很亂 對因為趙少康想要決定所有的事情 他所有工作都派完 只有一個工作還沒派 叫做行政院長 那個就是他自己 所以他派他跟那個什麼跟那個朱立倫講說 你就去再當立法院長 然後也跟什麼江幾層 可能要來補選的時候 你還是好好待在立法院 然後侯友宜你就好好做事 你做你的新北市長 就他去分配完這些工作 他為什麼要求要初選 而且他要求要到各地去辦辯論會 為什麼 他就是要把侯友宜撈開 要把他撈開 因為侯友宜他自己跟他旁邊的幕僚 對國家安全 對兩岸 對外交 對美中台的關係 對我們搶第一道列 這一種跟美國結盟 對抗中國的這一種概念 侯友宜本人沒有 完全不熟 他的幕僚也沒有 我為什麼講他的幕僚也沒有 侯友宜在新北這12年 8年加4年 他說包括朱立倫用的這些團隊 全部都是公務員 都是奉公守法的公務員 那他們的訓練 並沒有去處理到這些事情 好 國民黨的智庫 現在有沒有可能幫侯友宜上課 不可能 侯友宜現在有沒有可能去弄一個智庫 幫他上課 不可能 侯友有沒有可能去找一大堆 國民黨的學者來幫他上課 他只要做了這個動作 整黨都會知道 翊川兄這幾名露線 我們看到宋濤不是嗎 這新上任國台派主任 就是我要找台灣有識之士 就兩岸跟國家統一展開協商 那侯友宜怎麼說 兩岸交流需秉持平等尊嚴 友善原則 這不是小學生程度 這不是大家都知道 對 所以他講的話就只有這樣子 他講不出道理來 所以他的現在邏輯 像那一天他講了一句話 講完之後人就跑了 你問他什麼事情 他大概講一下 不要講那個什麼關稅壁壘 他說接下來的台灣必須面對 他叫國際關稅壁壘 他講到這也沒有問題喔 可是他不懂什麼叫關稅壁壘 他在壁壘的後面加了兩個字 叫分明 前民哥 經濟學上有壁壘 關稅壁壘 分明嗎 他完全搞不清楚什麼 那個壁壘是什麼意思 他說他以為人家寫給他的稿 寫錯了 他自己又加了國際關稅壁壘分明 就他完全沒有這樣的訓練 所以接下來他只要去參加初選 他只要去登記 岳元智曾經講過 侯友宜不會去登記初選 岳元智講的 他說岳元智之前發明了一個方法說 就是黨內想要選的 先來辦一個不管叫會內賽 會外賽 然後去做完民調 如果跟賴清德差太多 黨中央直接掙扎侯友宜 這岳元智也蠻有想法 他就用了這樣的一個邏輯 就是侯友宜不會參加 因為侯友宜只要參加初選 每一場的辯論會 每一場的說明會 只要供他國際兩岸跟外交 跟國家安全 他完全答不出來 每講一次就扣分一次 而且他是新北市長 對 而且 對 大家倒數 各位記得我們去年 這個縣市長選舉的時候 侯友宜到各縣市去 完全沒有旋風 各位在媒體上 他沒有看過說 侯友宜跑去南投 有什麼旋風 跑去雲林有什麼旋風 沒有 跟當年的那種韓國瑜 是不一樣 韓國瑜當然選高雄市長 每天連宵 他跑去台中的太平的時候 整個太平的操場是爆滿的 可是侯友宜到縣市去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旋風 他個人的魅力 現在還來不 沒有辦法到各個縣市去 所以他現在只要一離開新北 新北市議會 像葉元智就會訂他 說你怎麼可以離開新北 對不對 不會啦 你們就昨天做好好照顧台灣就好了 好 好 我的意思是說 侯友宜接下來就要面對 像這樣的初選的時候 他時間上他就會很難掌握 就是因為國民黨 就是形勢到好 所以群雄並棄 而且眼睛看的 不要以為大家只看總統的位置 也有人在打 行政院長 這隔魁位置的算盤 為什麼 我現在解析給大家聽 第一個 侯友宜當然做動作做了很多 他當然想選總統 不過侯友宜卡在面前有幾個難關 每一關都不是非常簡單 第一關當然就是正當性的問題 他當然不要參加初選 第一會撈開 第二姿態太難看 你聽上看 你要像之前的這個韓國瑜嗎 還是這種樣子嗎 那王鴻輝還落跑咧 因為接下來2月1號誰要落跑 林毅華 林毅華要落跑 對不對 好 選民會不會懲罰 你侯友宜你12月25號才剛上任 你難怪也要落跑嗎 你比韓國瑜還韓國瑜 那你說你要黃袍加深 要來這個大家來徵 要來徵招 對不起門票在誰手上 在朱立倫手上嘛 朱立倫你要怎麼決定嘛 所以侯友宜一定要維持自己的溫度 非常的高嘛 他造勢嘛 包括最近不斷的有些動作講出來 他不管他說什麼 不要做什麼美國的棋子 強國的棋子 這是要講給深藍聽的 討好深藍 但是侯友宜政治智慧就是如此 你討好的深藍請問你得罪了誰啊 你有沒有得罪台灣一大堆中間選民啊 我們知道我們要跟美國好啊 在你會不會得罪美國啊 現在那個盧秀燕給AIT撈開 兩個直轄市長要配的話能看嗎 這個OK 第一個難題就來了嗎對不對 所以他有任期的難題 他有怎麼參選的難題 好 在他國際關係的難題 這他一講很可能是怎樣你知道嗎 他有可能到時候就算徵召他 也許他宣布參選那一天 就是民調最高的那一天 因為接下來台灣人對市長的要求 對地方諸葛的要求 跟對總統的要求不一樣嘛 特別是共產黨這邊對台灣這樣積極加急腳步 包括今年我相信我很多動作出來 有可能這裡面包括你注意看宋濤的講話說什麼 台灣有勢之勢共商嘛 共商什麼要民主協商嗎 這要來講不只是對話而已喔 國家統一嗎 或者說跟著他弄個國家統一法出來呢 這些東西你通通都要面對 侯友宜你那個載雕嗎 你有那個本事嗎 你可能說一次你撈開一次 你不想說你好好做事情 我打個比例來講 我們都知道萬金牛對不對 萬金牛很好用對不對 萬金牛疼敗 馬力敗 水利疼敗 馬力敗 百度疼敗 馬力敗